这个脸部已经到上面已经上了气 已经看不到脸部了 湖南深山惊险神秘干尸 满脸油漆四肢修长 民间更是传说干尸可以夜间行动 专家深入调查后 却被吓得冷汗直流瘫倒在地 神秘干尸究竟是谁的尸体 他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2017年民族专家彭教授来到了湖南省平江县的深山里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一具隐藏在深山中的干尸 相传这具干尸仿佛有神志一般 每到半夜就会开始自主行动 但干尸行动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害人 而是为了守护这座大山 每当有妖魔鬼怪来这里作乱时 干尸就会出现 帮助村民们赶走邪祟 总之关于这具干尸的谣言有很多 但每一个都非常的玄乎 甚至在当地的一个村庄里 还有人对干尸进行祭拜 彭教授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刚开始是根本不相信的 毕竟干尸会活动的消息太过离谱 但在翻阅卷宗时 彭教授却意外发现 这个传说已经在当地流传了好几十年 如果是假的 肯定会有村民出来辟谣 但奇怪的是 村民不仅信以为真 而且还表示 自己真的亲眼见过干尸会活动 于是为了解开隐藏在干尸背后的秘密 彭教授决定自己要深入山林 揭开着其中隐藏着的秘密 但刚一进入深山 彭教授就后悔了 因为当地的气候条件非常潮湿 在这种情况下 干尸根本就无法形成 自己怕不是昏了头 才会相信这个诡异的传说 但来都来了 彭教授也没想过放弃 于是就开始四处打听 很快 一则干尸在石牛寨的消息 就引起了彭教授的注意 彭教授立马向石牛寨出发 可依照指示来到石牛寨后 彭教授傻了眼 村民告诉彭教授 面前的一整片大山都属于石牛寨 这要是一点一点去找 那得找到猴年马月去 于是彭教授变换策略 开始向村民们打听情况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村民们却对此事一问三不知 这让彭教授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大家明明口口相传 干尸就在石牛寨 可石牛寨的村民 却对此事毫不知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在刻意隐瞒真相吗 彭教授想到这里 立马开始注意村民们的表情 很快 彭教授就发现了不对劲的理由 这些村民每当听到干尸的问题 眼神就会变得闪躲神情紧张 这让彭教授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干尸肯定就在这里 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村民们对于干尸守口如瓶 自己也没有方向 这干尸到底该怎么找下去呢 就在彭教授没有头绪的时候 转机却出现了 这个脸部已经都上面 已经上了漆 已经看不到脸部了 湖南深山京县诡异干尸 尤其涂满全身面容诡异 民间更是传说 干尸可以夜间行动 专家深入调查后 却被吓得冷汗直流 神秘干尸究竟是谁的化身体 他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就当彭教授打算放弃的时候 却突然在山沟里发现了一座寺庙 寺庙的规模不大 位置也很偏僻 这顿时让彭教授起了疑心 要知道 如今的寺庙都是要靠乡客供奉的 这座庙库无一人 他为什么还要建立在这深山中呢 彭教授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干尸可能就在庙中 于是为了防止村民阻挠 他就蹲守到了晚上 当月上枝头时 彭教授敲响了寺庙的大门 没过多久 大门就被缓缓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老道士 留着长长的白胡子 看起来颇有几分先锋道骨的感觉 而在庙城中央 供奉着一尊雕像 瞬间吸引了彭教授的目光 雕像的神态非常诡异 面部被涂满了白漆 并且大小和成年人无异 和电影里用遗体做成的蜡像非常相似 彭教授越看心里越害怕 他向道长提问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干尸吗 没想到彭教授刚刚问完 道长就下了逐个令 将彭教授赶了出去 彭教授当然不死心 真相就在眼前 于是到了第二天晚上 彭教授再次来到了这间寺庙 道长给他开门之后 就带着彭教授走进了屋中 两人穿过漆黑的暗道 来到雕像的面前 近距离观看之后 彭教授彻底傻了眼 原来这尊雕像真的是一具干尸 此时彭教授的害怕极了 这道长不会是杀人魔吧 但道长却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 并且讲出了一段故事 干尸生前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死后肉身不服 被当地村民称为立地成仙 从此之后 这具干尸就被人们供奉了起来 至于民间传闻的干尸能驱邪避难 道长表示这都是谣言罢了 说完 道长给了彭教授一本书 上面记载了干尸的来历 公元1916年 张大仙立地成仙 因为生前乐善好施 所以死后就被村民供奉起来 而到了新中国城列文 工建迷信被视为糟粕 于是张家后人叛死先的遗体废物 于是就把干尸偷偷藏在了这座寺庙里 村民们也对此事守口无凭 后来更是编组出诡异故事 来提防人们前来 这才有了后来的干尸传说 彭教授看完后 也是恍然大悟 原来根本就没有会动的干尸 只是自己下自己吧